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 为什么还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们知道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 鸭片战争爆发 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近代史在很大的意义上是革命史 这里所说的革命指的是民主主义革命 这个世界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革命又叫民主革命 指的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 并建立民主制度的革命 这个革命通常由资财阶级领导 故又称为资财阶级革命或资财阶级民主革命 一般而言民主革命的领导者是资财阶级 参加者包括农民知识分子手工业者 还包括产业公园 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君主专制和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 这个革命的任务呢 是推翻压制制裁阶级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的生产关系 革命的目的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技术和上层建筑 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十月革命的强有力影响 中国的这个民主主义革命啊比较特殊 以1911年五四运动为标志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比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这种划分是由谁做出的呢 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讲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 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 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 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 而所谓民主主义 现在已不是旧犯处的民主主义 已不是旧民主主义 而是新犯处的民主主义 而是新民主主义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包括太平天国 包括户序变化 包括义和团运动 包括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 其中辛亥革命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将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 这个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 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 有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 但是啊 这个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近代以来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并没有真正完成反地反封建的两大历史任务 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因此啊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之后 还要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 关于这一点 辛亥革命的元勋蔡继民 1912年写了一组书份六律 讽刺了辛亥革命之后的假民国假共和现象 这组诗啊 共有六首 其中第二首这样写道 风云变化 赶沧桑 巨虎谁知 又尽狼 铁血铸成 真大错 头颅聘阙 反无光 同筹货币 金钱魅 一日谁连 众足亡 回忆满清 见窥死 我从何处 学养狂 上面是第二首 而这个第四首是这样写的 拓湖击碎 起碑戈 载赖群魔 拔护河 漫说推翻 清正治 江吾寄予 汉山河 是非颠倒 寒冤苦 黑白如小 暴恨多 无量金钱 无量血 可怜 够得 假 共和 这个墨剧中的 无量金钱 无量血 可怜 够得 假共和 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描述 辛亥革命失败的 惯常说法 这个需要指出的是 这第四首中的这两句诗 常常必人放到第二首中的第三四句 这是不对的 这首诗共有六首 意思大同小异 但都富有深意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来品评一番 1922年6月 陈炯明叛变 8月 孙中山被迫前往上海 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了 通常认为 1922年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 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而以五四运动为标志 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了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 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 人民大众的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 经历了国共合作的 国民革命 土地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 四个阶段 新民主主义革命 彻底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地位 推翻了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中国的统治 从根本上改变了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命运 那么 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在何处呢 有以下几点 第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 处于世界五彩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是世界五彩阶级 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是中国五彩阶级 及其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 第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而不是资本主义 进行这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啊 就需要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 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 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 就不会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 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 就不会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 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 党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的实践 就不会有党的建设的理论 总之啊 就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 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也就不会有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